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发财树修剪完了 摆放在有光照的位置 经常开窗通风 发财树系万一环境 但是没有光照也是不行的 春天补充光照 增加发财树叶子的光合作用 对新芽的萌芽有帮助 修剪的同时还应该做到两点 给发财树输松花盆里的花图 表面下伸到两厘米左右 将花图表面清理干净 不要把枯枝烂叶留在花盆里 花盆要时可保持干净 烂叶太多容易出现病菌细菌 造成发财树烂根 松土后适当地追肥 发财树涨势高大 土长过于贫瘠也是不好的 不利于发财树的生长 施肥可以保证发财树的叶子游绿漂亮 主要以耐力肥价符合肥为主就行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